新闻市举办国小学童结牙大赛 要看看小朋友的口腔保健知识 和刷牙的步骤是否正确 参赛的多支队伍中 最后选出的前三名 将代表新北市参加全国学童结牙决赛 为了守护孩子的健康 能够保有一口完整的牙齿 师傅举办国小学童结牙大赛 让参赛的小朋友 从基本的结牙知识 到使用牙线牙刷清洁口腔 最后再让医师检查 借此教导他们正确的结牙步骤 那牙齿实在非常非常的重要 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努力 已经把整个取齿率 就是注牙率 从36%降到29% 那更重要的 我们这些新北市 所有的牙医师公会 大家不但保健我们所有孩子 大家的健康 同时透过教育的方式 让大家更理解结牙的重要 那同时也在偏乡地区 做玄回的医疗 我相信这样的方式 可以让下一代的牙齿更健康 目前新北市6岁以下的儿童 每半年能够免费屠服一次 现场也请了牙医师 为大家示范到整手屠服的动作 也顺便教导大家 平时如何注重口腔保健 那我们都说一天 至少三餐饭后 跟睡前要刷牙嘛 那但是如果小朋友 可以一天刷两次 其实就真的很棒了 那尤其是晚上睡前那一次 就是可能就是要多花时间 不要短于两分钟 然后每个牙面都仔细的去清好 牙线也要使用 那如果可以的话 爸爸妈妈在小朋友们刷完牙之后 也帮他们做一个检查的动作 这样子会更好 这次报名总共有40支队伍参赛 优胜的前三名队伍 将会代表新北市前往参加9月的 全国学童结牙决赛 争夺总冠军的宝座 记者苏宏杰新北市采访报导